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中国流对二连星的布局在当时非常流行 白棋先站这个边的下法呢 也是常见的 但是在现代布局中 这步棋多数都是进一路紧闭 要求黑棋表态 你是防守走这个呢还是走这个防守呢 还是进攻 如果你这样进攻 白棋这样靠这样飞或者这样靠或者这样小飞 都可以立刻起交黑棋的模样 如果黑棋在这里防守或者在这里防守 白棋都拆毁 那样这两招棋的交换就等于限制了黑棋先手拆的好点 限制也就限制了黑棋模样的发展 但是呢走这个毕竟有一定的风险 要防对方反击 所以白棋直接走在轻位上也是可以考虑的下法 白棋还有一种下法就是直接在外面挂 这个是不怕对方形成大模样的这种一种布局手法 但是这一点我们看下边这个星是非常重要的 黑棋站到下边这个星马上中国流布局变成了两翼张开的好行 这个白棋有顾忌 所以实战中白棋先抢下面这个大场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先挂脚交换一下然后再拆毁 黑棋呢这个把上面的对称点占到了 这个下面和上面两个大场呢肯定是双方各得其一的地方 下面白棋如果继续扩张自己模样的话 黑棋会在这里防守 这样的下法由于这个白棋晚走一步 黑棋步伐快速 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进程啊 可能就对白棋不利 因为这个黑棋的规模 比白棋大 或早或晚白棋总要打入黑棋的大空里边去 那那样一来呢 全局作战主动权呢 就有可能被黑棋抢到 所以白棋尽管也有走这样三连星四连星对为大空的下法 但是毕竟是这个比较少见 白棋从右边挂脚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一种思路 就是说先动手 限制黑棋模样的扩张 而且呢 这个对于高中国流来说 这里挂脚正好是黑棋的弱点 因为白棋下一步棋呢 还有拆二的余地 所以说 这个白棋挂脚呢 也等于考验黑棋 如果黑棋在这里进攻 白棋就点脚 黑棋如果这样挡下 白棋就把那边的控权破掉 像这种单方面黑棋张大模样的下法 白棋是不怕的 因为黑棋这个子 位置不好 这个子现在位置也是中突半端 这样黑棋的模样 只剩下右边单方面的时候 这个白棋是不害怕的 所以白棋挂脚的时候呢 也不怕黑棋来加工 对于这个挂脚的下法 黑棋单走肯定是不肯的 这样如果假如走成这样的话 被白棋这么舒服 就在黑棋的大空里边 筑起了一个小堡垒的话 这个黑棋将失去攻击目标 所以黑棋对于白棋挂脚这个子 一定要想办法 进行一些压迫式的攻击 通常还有走这个肩顶的 这个白棋当然长起来 黑棋现在从这边进攻 这个条件还不成熟 被白棋靠下去之后 这个黑棋的大模样马上就没有了 由于这里还有一个断 这个棋 黑棋是大模样走不成 只好在里边补棋 看着白棋补棋 虽然说黑棋取了失控 但是这种下法呢 和大模样的这个攻击战法呢 是合不上拍子 所以肩顶完了 通常黑棋还是要在这里防守 但这样一来 白棋在这里开拆 又形成了一个好点 下一步棋 白棋在这里飞 又是好点 黑棋如果在这里走 虽然也是很常见的一种下法 但是白棋往天上飘出去之后 这个上边的一带黑棋防线 就将出现弱点 这里有打入 这里有打入 这里翻三也有打入 黑棋是守不住的 同时这两个子虽然看着很积极 但是这一线的防线 也觉得有点空虚 一旦被白棋打入之后 右边一带看不清谁攻谁了 所以这个下法呢 虽然很常见 但是呢 白棋也算先能站稳脚跟 这盘棋黑棋呢 采取一个特殊的攻击方法 二路收根 当然这个棋呢 他并不是奢望白棋要想从这里挡 白棋如果挡下呢 黑棋太高兴了 黑棋藏起来 白棋再藏 黑棋补了 白棋没有地方走 还是只好拆 这样呢 这两个交换 黑棋无条件的 把脚守住了 白棋亏损 同时这里多一个子之后 黑棋也不管这个别的了 先把你这个搞成非常重复的棋型 黑棋非常舒展 所以呢 黑棋二路小飞的时候 并不是要白棋挡住 下一步棋 白棋采取了非常激烈的下法 这个一场攻防大战就此展开 白棋是靠着这个 然后再扭断 这个下法是太过激烈了 这个而且是在黑棋的这个大模样里边啊 进行这种战斗 白棋子少 黑棋子多 白棋有一定风险 我们先来介绍一样通常的下法 白棋刚才说过了不肯挡这个 所以白棋呢 冷静的开拆 这倒是一步可以考虑得起 对此 黑棋如果从这面震或者从这面震 白棋都可以通过这一飞 马上就取得了根据 白棋再一挡 这样下呢白棋活得是干干净净 黑棋外边虽然有一点外事 但是很空虚 脚也空虚 这边边也空虚 这边也没有完全防守好 从这面震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白棋也可以从这飞 还可以从这多一种跳的选择 那白棋走这个时候 黑棋要走什么呢 或者肩顶或者飞 如果是肩顶的话 白棋长起来 黑棋跳起 白棋向中央飞出 然后黑棋再在上方组织防守 这个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种结果 还有一种下法呢就是黑棋不坚定 直接飞在这继续搜根 白棋也不会在这里挡 也不会在这里挡 也不会在这里挡 还是直接向中央逃出 这个呢也是双方可以接受的结果 黑棋猛攻 白棋向外逃跑 同时 这三个字也等于 倾销了黑棋的大模样 把黑棋压在了低位 走完这个交换之后 再走这个靠也是一种下方 就是不向中间跑 我现在再来 现在黑棋不敢强行战斗 因为这里多了一个交换 等一下呢我就可以看到 在实战中因为没有这两个交换 出现了对白棋不利的结果 白棋现在靠的是弃子 黑棋如果打吃 白棋就反叫吃 黑棋如果接住 白棋再先手打 黑棋如果提掉 白棋把这里接住 这个棋是黑棋好下 黑棋虽然得了时空 但是是白棋好下 白棋全部走在了外面 这个黑棋的大模样被压缩了 所以为了不让白棋下成这种理想的结果 白棋靠黑棋冲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就不敢走实战这个 实战出现了这个变化 而只敢走这个变化 这样的白棋接住 黑棋管 白棋扳 黑棋管 白棋长 黑棋在飞 这个也是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黑棋取实地 白棋呢满足于先手 压缩了黑棋的大模样 这个是关于这一行战斗之前 这个必备的知识 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交换一下 这个靠就好多了 实战中我们看到 白棋没有走这个 直接就靠上去了 这个引起了复杂的变化 这个白棋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他想逼迫黑棋吃这个 白棋叫吃 黑棋接住 白棋挡住 黑棋提掉 白棋接住 这样呢 白棋这个交换 省了 他不走掉 光从这里 把这个打成一块活棋 将来他不交换这个的好处 就是将来可以直接从这边打 还有一种变化呢 就是黑棋不在这里打持 黑棋如果立这个 白棋也接住 黑棋拐 白棋扳 黑棋爬 白棋再炒 又形成了刚才那个变化 白棋的好处 还是不交换这个 直接扭断 这就遭到了黑棋藏出来 这个猛烈的反击 这样一看 白棋不好办了 白棋现在不能接这个 接这个被人吃掉了 这个亏大 或者吃之前甚至他还能再拐一下 拐不拐都无所谓了 只要这样吃掉 就算被你牵手打了 他提掉 黑脚全食了 白棋也亏了 白棋呢也不能走这个 黑棋拐出来 这个是白棋没有办法的 黑棋这里爬起来 宽出气了之后 脚里面 这个白棋没有办法和黑棋对上 这里边是一个大头轨的形状 这个白棋根本就没有起错气 黑棋再一粒 大头轨没有气 黑棋这里边已经把白棋全吃掉了 白棋外面什么也没得到 所以这个时候白棋没有办法后退 只好尝这个 这样双方在这展开了一场 这个非常罕见的棋战 这个棋型以前好像没怎么出来过 黑棋拐是好棋 这个棋不能走锁手去打 如果一打被白棋一尝 黑棋再吃这个 白棋拐吃 黑棋接住或者提 被白棋一搬 这两个黑棋死了 这个黑棋不行 黑棋也不能加这个 加这个的时候他多送一个 结果是一样的 和刚才那个图一样 上面那两个黑子也要死掉 这一拐打 然后再一半 这个也是不行 所以黑棋再二路拐 这也是必走的一手 黑棋二路拐的时候 白棋不能接 因为接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黑棋搬上来 右边黑棋已经安全了 这个白棋上面这两个子 和中间这三个子 这个不能兼顾 总而是要有时候要吃亏 这个白棋明显被动 所以白棋要想在局部 生出其来 一定要想办法在这个地方 利用黑棋的断点 白棋先压 这个希望黑棋退 然后白棋在城堂里场 逼迫黑棋在底下多爬一些 这样呢 这个黑棋在底下爬的太多了 黑棋也是亏损的 何况这两个子呢 也不是那么好吃 这个但是白棋压的时候 黑棋继续放出了抢手 这招非常凶 紧住白棋的气 这个如果白棋虎的话 有可能好像形成那个 小雪崩的变化一样 但是这个结果和小雪崩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个上面 这边多了一个子 黑棋这边多了一个子 这边还高了一路 白棋断的时候 不能希望于黑棋满足于吃这个子 这个变化是不可能出现的 假如走成这样是黑棋亏损 这个黑棋本身外势 提了两朵花 但是和这个子很重复 这边呢白棋吃的非常之大 黑棋这两个子也变大饱了 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 那假如白棋虎的话 这个黑棋怎么办呢 黑棋打吃白棋断 黑棋这个时候 可以考虑走这个俗手 再跳 这个要吃饺了 白棋如果挡下去 黑棋走一下 黑棋走了这个 由于和这个这边有接应 白棋这个根本拐不下去 如果拐下去这个毫无疑问是被断掉 断掉对杀这个是白棋根本都不行 里外都不火 白棋假如缓一缓 松着下去 黑棋这面 本身就可以把这边先手打成外棋 然后再把脚吃掉 假定这不我们不走太深的研究啊 就说这样双方形成转换 这个变化呢 这个变化呢 也是黑棋好 因为这个白棋这个堆棋啊 你说是外事呢 还是姑棋呢 说不定这个姑棋的成分大一点 本身也不是什么好心 总之这个地方的局部变化呢 非常的复杂 但是呢 就是在左右两边黑棋 都有接应子的情况下 白棋虎这个的下法 是不怎么成立的 因为黑棋打吃的时候 白棋根本就没有接的可能 因为你一接的话 黑棋一连班 你这已经撒不开手了 而且最要命的是 永远你不能从这里打了 你就算弯出去 黑棋一压 白棋一退 黑棋把这个一补 白棋打这个已经没有用了 黑棋接这个之后 这个白棋还不知道怎么跑 黑棋这个地方 气已经宽出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白棋已经不能 寄希望于走成像小雪崩定势 那样的变化 白棋后退 黑棋再爬 这个爬是必须的 这个不爬的话 被白棋一拐 脚里黑棋死掉 白棋再长 现在黑棋不能补这个段 黑棋如果补这个段 被白棋一拐下来 这几个子死掉了 所以黑棋一定要收气 要收住脚里白棋的气 黑棋跳之后 白棋如果挡这个 黑棋就接这个 白棋如果从这里收气 黑棋一爬 白棋死掉 白棋如果从这里收气 黑棋从这里爬 白棋这边挡不住 脚里本身也坐不活 说这个呢 还仅仅是一个复杂定势的开始 黑棋跳了之后 我们现在遇到一个现实问题 白棋这两个子呢 暂时活不了 这个该怎么办 我们要替白棋想想 白棋可以考虑走这个 对此 假如黑棋在脚里补齐 那白棋算了 排一下就完了 这样的话呢 虽然这个脚很大 但是不管怎么说 白棋在边上 也有收获 把黑棋这边的模样 都给破掉 白棋走这个 黑棋如果挡住的话 白棋在脚里就有了 对杀的资本 白棋可以挡这个了 白棋为什么要挡这个 就是说白棋拐这个是不行的 拐这个被黑棋往里一爬 你如果挡住紧气 黑棋接着紧气 对杀 局部对杀呢 是白棋差一气 所以白棋一定要想办法挡这个 才有其下 但是你现在如果挡这个黑棋一爬 你这挡不住 所以为了能挡住 白棋先走 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黑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现在可以挡这个 黑棋如果爬 白棋挡住 这个局部对杀 如果你向脚里对杀 初看一下 好像说是白棋差一气 但是白棋这个地方可以搬 黑棋紧气的时候 白棋还可以往脚里搬 黑棋点的时候 白棋还可以接住 这个对杀 是白棋快一气 或者呢 你爬的时候 白棋单立 也是一种下方 你如果继续紧气 白棋就在这边紧气 你不能从这紧气 只能从这边紧气的时候 他又搬了 你如果这么紧气 打吃 你反叫吃的时候 他不理了 这么紧气 这是基金独立 这个是 所以说白棋这里只要多一个子 脚里就有和黑棋对杀的资本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清楚的变化 走了这个之后 黑棋恐怕是要应该补脚 这样白棋在爬 双方转换 这个虽然说黑棋 这个在火脚之前 还可以把这个线手走到 黑棋的这个模样外事都不差 但是白棋毕竟也没吃太大的亏 这个现在我们看到了 当初这里如果有有子的话 早些拆儿能有一个子的话 对脚里对杀会有多大的接应作用 实战中呢 白棋不满意这个结果 认为这个结果还有点缓 他还走的还想更精妙一点 靠在这 他想的肯定是黑棋如果搬这个白棋退 黑棋还是要补脚 这样白棋再断掉 这个黑棋这里又多损了一个 白棋更好 但是这种下法呢 稍微有点过分 遭到了黑棋迎头一般的痛击 这个白棋又难办了 白棋断掉 希望黑棋这么委屈的打吃 这样白棋紧气 黑棋吃这个的时候 这里边白棋外面都厚了 又可以考虑从这边几棋了 但是我们看到江柱九的棋呢 也是非常凶的 这个时候双方是进入了拼命状态 黑棋这个时候走出了最凶的反击手段 不能从这吃 也不能从这吃 要从这打上去 牢牢的看住这个爬的先手 一定坚持这里要爬过去 逼迫黑棋在这里方定型 逼迫白棋在这里方定型 白棋假如现在成 这个黑棋就接上了 白棋如果拐下去 黑棋现在可以在脚里补气 这个棋 白棋吃不掉这三个 所以黑棋反打的时候 白棋拐下去 这个也是够凶的变化 这个两个人在这地方呢 吓得都非常凶狠 白棋拐下去 希望黑棋只有这样紧气 黑棋不能这样紧气 这样紧气被白棋这样一紧 黑棋一紧白棋一立 黑棋死掉了 所以黑棋只能在这里紧气 这样白棋断 要求从这里打出去 又是一个先手 黑棋只能打这个 白棋打吃 这也是先手 这个字提掉 这个黑棋就亏大了 黑棋必须提 现在白棋可以尝出来了 黑棋如果打吃 白棋又立下去 黑棋如果接住 白棋不是从底下渡过 而是从强硬的从上面拐 这个两个人的计算呢 都够深的 走到这的时候 黑棋只跑这个的时候 白棋可以接这个了 这样下由于黑棋挡这个时候 白棋可以拐出去 黑棋全死掉 这个这是白棋给黑棋设的圈套 这个局部变化呢 是非常的复杂 这个 但是呢 白棋疏忽 白棋疏忽计算呢 就没有算到黑棋 在这儿还有更狠的下法 我们看到实战 黑棋居然就直接这么打上去了 这个白棋 没有想到 白棋老想着 黑棋在里边怎么这么收气了 现在打到这两个一提 就所有棋都没有了 白棋非跑不可 这个是逼迫性的手段 黑棋再跑 这个棋就是 黑棋一下子这个 让这几个子走中 黑棋掌握了局部作战的主动权 这白棋在这儿没棋下呀 这个棋 所以只好先往外撞一下 寻求步调 黑棋跑出去 白棋不能棋这三个子 假如白棋成这个 黑棋就把这个提掉 这三个要一提掉 这个里外全没棋了 你现在就算再补一手 吃这个什么之类的 都已经不大了 所以白棋还是要想办法 在上边 顽强抵抗 把这个跑掉 白棋唯一的倚仗是这个地方 白棋争自有力 这个是当初白棋就看到的 但是这个争自有力 现在对白棋已经帮不上大忙了 白棋现在只能这样抵抗 黑棋把这拐住 黑棋先打 非常凶狠 再让他多走一下 再拐住 下成这个局面呢 黑棋作战已经成功了 虽然这个地方只有四棋 但是白棋这个地方只有三棋 白棋不能去打这个吃 如果你打这个吃 黑棋接住 然后这个地方再怎么走 你这个地方都有问题 或者你走这个的时候 他有可能 在这边去紧气去了 这个已经死掉 或者把这个一提 这个也死掉 四棋杀三棋 这个时候白棋 这个 要抢到这个时候 善后了 这个时候白棋这个两个次去 当初拖扭断 不好 这个地方无形中被黑棋 多了一个之后啊 这个气被撞掉了 白棋这种吃的善后是不行的 说你提掉一个被人这个提掉 这个是受不了的 这个提掉以后 你再提这个之类的 你这边不管怎么提 都受不了这边被人空提起来的损失 所以首先这个双打吃 看着很清楚的 但是这个双打吃要排除 怎么办 现在应该单打 单打底下收拾残局 实战中他去这打了一下 这个是勺子 是他只能这样打 黑棋提掉 白棋再打 黑棋接住 白棋把这个接住 威胁要跟这杀气 黑棋现在不能动 这个地方也吃不掉这个子 只好在这紧气 然后白棋再把这个藏出来 把这个现在呢 这个暂时不会死 这个先把黑棋这个空破掉 脚就当气子了 这样下的不管怎么说 还能收拾残局 我们说实战中 以为他争自 白棋以为自己争自有力 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去打这吃 黑棋接住 白棋再打吃 黑棋提掉 白棋接的时候 白棋以为争自有力 漏看了这个什么呢 漏看了黑棋 所以搂打两下 把他给 一下子给罩死 这盘棋呢 只用了55手 就结束了这个局部的大拨杀 今天这盘棋 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 谢谢